這是海森堡在1926年的時候 跟鮑利通信的時候 寫出來了一段話 我們來翻譯一下 他說我越深入思考薛丁革理論裡頭的物理 我就覺得反感 薛丁革對於他理論的圖像化的描述 他覺得不完全正確 你知道我們物理的人很喜歡講物理圖像 那個圖像化就我們前幾集 老師在那邊畫那個有沒有 氫原子的波函數 就在空間裡頭有些地方亮亮的 有些地方暗暗的 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圖像化 對 還是蠻好說 他覺得不完全正確 換言之 就是熱色 這個熱色已經比較文雅了 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我們量子超級英雄的節目 我是理論物理學家 清廷老師 理論物理讓你預知未來 大家好 我是實驗物理學家 熱色老師 學院物理帶你開創未來 來我們今天終於要來一個嶄新的新專題 是的 超導體 這個也是一個大合懼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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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們要先講開頭 基本上還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講 不過我要先講說 首先在開頭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目前的超導體的 要產生超導現象的溫度都蠻低的 所以就要來一個絕對靈動 超低溫的現象 這個搞梗會不會太老了 這個是暗黑破壞神 我們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品 這是冰的至高王 因為我們接下來大部分都要講低溫物理 所以就請出這一位冰的至高王 那在原來的故事裡頭 他是四天王裡頭的一個重要角色 頭頭可以說是頭頭 不過呢 我記得在原作漫畫裡頭 他是一個背叛師門的人 沒錯 他不是主角 主角是他的師父 是個火焰的魔法師 那剛好今天我們要講到的 就是也是在物理界裡面一個 背叛師門的故事 背叛師門 不過我們必須先提醒大家 我們有時候是開玩笑的成分 所以大家輕鬆一點 背叛師門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我們就往下看囉 好這個是大家從小學 可能就玩過的歐姆定律 這個電池拉個導線 然後加上個燈泡 他就會亮嘛 那燈泡這個東西是有電阻的 所以我們知道歐姆電律 定律V等於IR 電壓等於電流乘上電阻 那這個如果電阻比較大呢 這個燈泡就比較不亮 電阻小一點的燈泡就比較亮 這是少數可以由我這個理論物理學家 來講解的實驗 因為理論物理學家的實驗證度 大概就是跟小學生差不多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電阻的存在會影響了 我們這個燈泡亮不亮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這個電阻可不可以不要他呢 對那燈泡就變超亮對不對 而且電阻這個東西就會讓整個陷入發熱 那他是完全大部分是在無意義的消耗上面 除非你今天是冬天的時候 你要吹個電 用個電暖爐來加溫 當然加熱就是你本來的目的 那像我們現在人都離不開手機對不對 手機一個很困擾的地方就是發燙 對那一發燙電就噴的特別快 那很多都是用在沒有用的地方 所以直接想這個發熱基本上是無關於你手機 他給你的效能 他只是單純的把電能變成熱能了 如果能不要他 那是最好的了 所以能不能讓電阻變成零呢 電阻變成零就可以省掉我們很多無謂的電的浪費 好 這個是夢想 不過能做到嗎 那超簡單的 理論上呢 在我們所有的物理課裡面 在講這些電啊 或者是材料啊 導體這些東西 都第一個先講一件事 如果我在真空中有一些自由電子 他沒有受任何的力 那他本來怎麼跑 他就會一直這樣跑下去 能量都不會損耗也不會發熱 這就是電阻微禮嘛 超簡單的 各位觀眾可能要吐槽 這不是廢話嗎 來繼續 我們東西不可能是自由電子嘛 在這邊不是真空裡頭的自由電子 是在材料裡頭 材料裡頭的我們通往 我們也講他自由電子 可是他其實不認得自由 我們講他傳導電子好了 他在裡頭傳導電流 你在材料裡頭 我們就會碰到一大堆其他的材料裡頭的原子嘛 然後其他的原子 也有這些外面的導電電子 導電電子會相撞嘛 因為他都帶負電會互相排斥 排斥就噴走了 那即使原子核是吸引力 看起來是吸引 可是其實也是一種碰撞 在物理學裡面 這兩種都叫做碰撞或散射 那他是正電 所以他是會做這樣子的轉彎 那這個都會造成 這個電子在材料裡頭 一直撞到東西 這個材料在裡頭 電子在材料裡頭一直碰撞 直覺上面就會造成影響 可是他到底會不會造成能量的損耗呢 其實他的損耗 就能量守恒的觀點來講 沒有損耗他只是變成熱能而已嘛 所以能量還在那邊 只是熱能我們就沒辦法用嘛 你當然說可以啊 我的手機太燙的時候 我就在上面煎個荷包蛋之類的 那這個就叫做回收費 但是一般來講是很難的啦 好 問題是 這個電子在裡頭的碰撞 是很容易想像的模型 不過呢 我們量子超級英雄就要講了 別忘了 有量子的特性 電子他也有波動的性質啊 就是所謂的波力二向性嘛 德布洛義提出了物質波的概念嘛 這個當然就是工商服務一下 如果你還沒看過前面的影片 這是Made雙人組的 對 這個阿文老師跟 這時候應該已經是豪豬了吧 對 是豪跟豪豬教授 非常的精彩 天下兵馬大元帥 他們一家的故事 好 那如果用波的觀點來看電子在裡頭的傳遞的話 那當然 薛定格方程式 他的大貢獻 他說我有找出波動方程式 我們現在叫薛定格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就在處理 如果電子在傳遞的時候是有波動性質 那這個波動所遵循的方程式 就是這個了嘛 那如果是波的話 我們看到了兩道波這樣子過去 好像可以互相 幾乎沒有受影響的互相穿過去 那會不會有機會 他就變成沒有電阻呢 對 所以從波的觀點來看剛才的問題 好 那這邊當然講到了薛定格 不得不提的就是 他其實跟另外一位科學上面的大佬 海森堡 其實他們各提出來了量子力學的不同的理論 雖然最後被證明是同樣的等效的兩個理論 對 這邊是用矩陣 那邊是有波動方程式 而且剛出來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東西長相實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覺得 應該有一邊是錯的 我覺得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理論 所以這個海森堡啊 透過我們阿文的嘴巴 我覺得我們最近好像每集都在Cue阿文 對啊 其實Cue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會教量子物理 那教量子物理的時候 我們劈頭通常都是在介紹確定的方式 在介紹波動力學 但是阿文老師對這種做法通常都不以為然 他覺得矩陣才是最棒的 最帥的 王道 對 然後這一段話是海森堡的話 是阿文老師告訴我的 所以我當然要Cue他出來一下 講一下 這是海森堡在1926年的時候 跟鮑利通信的時候寫出來了一段話 你看我們來翻譯一下 你看他說我越深入思考薛丁革理論理由的物理 我就覺得反感 薛丁革對於他理論的圖像化的描述 他覺得不完全正確 你知道我們物理的人很喜歡講物理圖像 那個圖像化就我們前幾集 老師在那邊畫那個有沒有 氫原子的波函數 就在空間裡有些地方亮亮的 有些地方暗暗的 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圖像化 對 還是蠻好說 他覺得不完全正確 換言之就是熱色 這個熱色已經比較文雅了 他的原文用Crap 這個雖然已經也從德文譯成英文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語感是非常強烈的 Crap 好垃圾 阿文老師基本上是贊同海森寶的話的 所以他覺得矩陣這種東西 雖然抽象 可是他還是真正的展露了物理的本質 所以剛講1926年就是 薛丁革剛提出他的波動方程式 在前一年海森寶提出他的矩陣力學 所以這時候這個餘量情節是很深的 其實他們兩個彼此都沒有好話 這個彼此彼此 好 所以 為什麼要講這個歷史呢 因為海森寶有一個大弟子 就是他出道當了大教授之後 收的第一個研究生吧 對 不過我必須說他們那時候都超年輕的 這個應該是1928年的時候 海森寶27歲就在當指導教授 然後他的大弟子那時候才23歲 在念博士 在寫他的博士論文 然後呢 這個故事在這邊了 這個大弟子 這個叫Block Block 這個德文應該翻成 應該唸成Block吧 OK 而且那個 對 我們中文通常把它翻成布洛赫 這個布洛赫 海森寶的大弟子 就很開心的跟師傅講說 這當然我們把它轉成中文的口吻了 師傅 我用薛丁革剛是 算出來了電子在晶體結構底下的行為了 那這句話聽起來在當時的海森寶的耳朵裡 搞不好有點大逆不道 你不是矩陣力學的傳人嗎 而且你超討厭薛丁革方針式的 這個矩陣力學的傳人居然背叛師們 我們剛剛講只有開玩笑的成本 居然背叛師們用了波動力學的薛丁革方針式在算 電子在晶體結構底下的行為 不過因為雖然他討厭薛丁革 但是後來數學上已經可以證明 這兩個理論是等效的 所以這個白目的大弟子 用了這種禁忌的招數 他一看是對的 所以就點點點點點點點 好啦你幹的OK That's it 好啦我們中文把它翻成幹的好 好啦他承認是對的 就這樣 當然就順利的拿到了他的博士文品 而且呢他建立起來的 就是在現在我們教所有的固態物理 那個教科書一定會提到的部落合 而且這個都是在很前面的地方 因為太重要了 不只是在處理晶體結構理論 他從金屬到半導體都會提到這個理論 因為我們的材料很多就是都是具有金格結構的 不管是金屬還是半導體還是絕圓體 大部分都是有金格結構 好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金格結構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這個物體電子在這裡面跑的時候 看到的這個 位能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他呢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因為可以解決太多太重要的問題 因為你想嘛物理大家都覺得虛無飄渺 但是一旦變成材料科學的時候 就大家都到處都用得到 所以這邊秀出來的就是當年他的博士倫文吧 博士倫文1928年的時候 德文那其實我們現在也可以找到英文的藝本 OK 好 那他也因為這個工作在1952年 也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 其實他有其他的 他對於MMR方面的研究 也是貢獻很大 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東西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時候 就知道嘛 金屬裡面的導電主要靠的是電子 可是電子呢 就有一大堆別的電子 跟這些原子核會跟你撞來撞去 好那首先 那為什麼他還能夠用很有效率的方式 來傳導電呢 所以第一個是在他之前的人的工作 就說這個東西是有所謂的屏蔽效應 這個東西在我們之前講那個多電子 原子的時候有講到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我電子呢 外層的電子在看整個系統的時候 就會覺得裡面的很多電子 其實是屏蔽掉了一部分原子核的正電荷 也就是我們用靈能化的想像 那顆傳導電子 他在看整個原子的時候 他不會看到這麼多東西的理由 對對對 他本來呢 他看到的這個 各個代電粒子 所造成的胃能 都要長這個樣子 哎呦每一個都要對應到一個這個 超麻煩的 就有屏蔽效應的概念來看的話 就綜合在一起了 就變成只看到原子核剩下的部分 然後這個Q當然就跟我們上次講過的一樣 是一個Effective等效的Q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在這邊 變成了一個這個指數衰減的像 所以他的作用範圍 本來庫輪作用力是可以作用到非常遠的地方 但是加上了這個指數衰減的像 他就變成只有在很近的地方 才會產生效用 所以呢 對於這顆電子來講 其他的所有的 本來應該要跟他撞來撞去的那些東西 可以劃約到一個這樣子的短程的像 等於問題就被簡化了 這個問題就把它簡化成 對於傳導電子來講 其他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簡化成像一個 未能井的概念 而且因為有這一項 所以是一個相當短距離的未能井 但是畢竟還是有未能在那邊 而且還是很多個 對對不對 周期性的排列 所以經理結構很多原子排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一個周期性的未能井 排在那邊 好 那這個布洛赫的工作呢 我們非常感謝那個很佛心的把德文翻成英文 他不只這樣子 還把那時候的寫方程式的習慣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把它改成我們比較習慣的 所以他每一個每一條方程式都有兩個版本 真的是超佛 這就是薛定格方程式 然後重要的就是說 有一個這樣子的向量T 就是他只要是A1 A2 A3 這是三個向量 其實就是這個A 如果以一尾的話 就是這個A 等於是金格的距離 那這個是三度空間都考慮進去的結構 可以想成就是XYZ 然後這個金格的距離的整數倍 是相加起來 這就是一個T一個周期性的向量 那這個未能的部分 薛定格方程式裡面的未能的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當你移動了整數的金格點 XYZ都可以移動的時候 他要跟原來你那個地方的未能是長的一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周期性條件 周期性條件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我們的金格就是一個這樣像魔術方塊 但是他非常的大 其實不是無窮大 周期性的排列 那我們抓一個格子出來 他的這個三個邊的向量 就是這裡的A1 A2 A3 所以就是以這三個向量的大小跟方向 作為周期性的條件 好 你要把它通過講完嗎 其實應該要講到結果了嗎 沒錯 就是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條件 去解薛定格方程式 解了這個薛定格方程式 布洛赫就把它給解出來了 好 那這我們再講一下周期性的概念 這個我們的老朋友 阿寮跟阿湘 周期性 我們剛才講的周期性條件的意思就是說 當阿寮站在這個原子的旁邊 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突然被阿湘打昏了 打昏之後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 他總共移動了5個經格常數 移到這裡 因為這整個是無窮大喔 所以他醒來張開眼睛 會發現我好像沒有被移動過 這個就是周期性條件 每次都被打昏 好 所以在這種周期性條件以下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波羅赫解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他那個波函數就非常特別 他是有兩個函數乘起來的 其中一個就是 他反正就是一個周期性的函數 那就是裡面這個東西 這個我覺得他也是隨便畫的一個示意圖 就是這裡上來這裡有抖兩下 下去又有抖兩下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裡面的這個周期函數會長怎樣呢 這是跟剛才那個V 那個交互作用未能像的形狀是有關的 然後外面會呈在一個所謂的平面坡 就是我們在預為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sine的函數 比較簡單的這樣子的一個坡 大概就這樣 那兩個把它呈起來 呈起來就會變成這個 本來是每一個地方上下都一樣高的 這個周期函數 就會被這個 這個坡的函數給他包起來 那這就是這個 薛定格方程式的解 重點是這個解出來 結果他也是一個周期性的 對因為兩個周期性撐起來 他還是周期性 所以雖然各位觀眾 可能看不懂剛才的數學 你們理路學要講一大堆數學 可是這個結果大家很容易想像 你的電子在周期性的晶體結構底下 所造成的這個坡函數 它也是周期性的嘛 所以很合理嘛 我們用一個很不精確的方式來比喻 前面有很多障礙嘛 這個坡就這樣子 倒來倒去 剛好match他這個未能的背景的時候 我就可以幾乎不損耗的給繞過去 好 所以這個結果造成就是 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態 能量上面的穩態 也就是所謂的能量本真態 所以造成的能量根本不會損耗 對 因為這是薛定格方程式的解 所以不會損耗 各位超到底出現了 能量不會損耗 好那剛才我們講的就是電子為零嘛 對 就波動的概念來看的話 如果你有一個完美的晶體 然後你的電子在裡頭傳遞的時候 從薛定格方程式算出來的是能量不會損耗 這不就是超老體的概念了嗎 不過先等一下 這個事情講起來就是非常的理想 照到你講 剛才那個台詞應該是我的 因為這就是理論上 是 因為 它是一個所有的未能 這些原子核都排的整整齊齊 完全不動的情況下 對 but呢 好 在真實世界 剛才你講的是理論上面的 實驗上面要來吐槽 就是溫度不為零的時候 真實世界我們溫度不為零 你的原子會在那邊震動嗎 會亂抖嗎 會亂抖的時候 這個周期性就沒有辦法達到完美的狀況了 是 那這樣子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還是可以用這個理論 把電阻對溫度的關係給算出來 它在溫度不為零的時候 的確是會有電阻的 一只要到溫度達到絕對零度的時候 才會有完美的周期性就回來了 這裡就真的 R 電阻可以等於零 好 OK 但是真實我還要吐槽 還不只這麼簡單吧 對不對 對對對 剛剛講到的是一個完美的晶體 真實世界要完美晶體太難了吧 我們真實世界遇到的材料 要嘛有雜質 要嘛有金格缺陷 雜質就是比如說這裡 被換成是別的原子 混雜成別的原子 那這個位能的形狀 就會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或者甚至這裡就少了一顆 這也是有可能的 它就變成一個洞在那邊 那這些都會引起這個電子 本來是跟這個背景的位能 match的非常好 可以這個像臨坡微步一樣的 繞過去 但是碰到這些地方 它就會被散射 那一散射就會有電阻啦 好 好不過我們先還是在理論的世界 再講一下 先不管這些東西 我們想好啊 那我們就來試啊 我把溫度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降到T等於0 我應該要看到R等於0吧 所以這時候就要降溫了 嘿 這個是實驗我們就真的來試看看嘛 降溫怎麼降 放進冰箱裡對不對 但是沒那麼簡單 要降到絕對0度 攝氏零下273度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這時候呢 絕對0動波就來了 還是來個曙光女神之關注 你舉得都太老了 各位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是什麼老人趣味 老不是問題 問題是在於實驗室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降到那麼低的溫度 真的是很難 那所以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另外一位主角就出現了 大實驗物理學家Ones 他是荷蘭人 所以荷蘭的發音 我猜也是很接近 Ones 好來 好 那他那時候挑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 氦氣給液化 在他那個時候已經 前面比如說空氣也已經液化了 然後一些氮氣啊 氧氣啊 氫氣 通通都已經液化了 剩下一個這個可以說是 低溫物理界的聖母峰啊 他就是要液化 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 那這一個冷卻的方法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冷氣啊 冰箱相當類似 透過熱力學壓縮膨脹 這樣的過程 來達到降溫的效果 各位要注意 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非常困難 他的設計圖 我們今天主要不是要來講 如何降溫 然後你看他在一個 這種巨大的裝置後面 你就知道這個工程是挺艱巨的 對 但是總之呢 他成功的把氦氣給液化了 那那個氦氣的液化溫度 你要降到4K 就是絕對溫度是4度 那也就是-269度 這樣子的溫度 所以那時候做了實驗 看出來的結果居然是這樣子 來來來降溫 我現在已經可以降到這個溫度了 我就要來驗證一下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金屬理論 降溫前面就很順利啊 的確 隨著溫度慢慢下降 我的電阻也下降了 然後這裡 做到這裡的時候 你看出 這條線延伸過來 應該不會到0 因為大家也知道 你的金履絕對不可能是完美的嘛 所以啊 哈哈哈哈 我們的理論應該是對的 對的對的對的 到這裡突然啪就掉下來了 哇 那時候我記得 Onest他會懷疑說 是不是實驗哪裡有短路了 就造成電阻忽然的下降 你看重複做 這個就是一流的實驗學家 就會先懷疑自己 看到這種非常異常的現象的時候 第一個想的不是 哇這要是對的 我鐵定拿諾貝爾獎 是先問自己 我是不是實驗哪個地方做錯了 對 那經過了多次的重複 就 的確是這樣子 真實世界就是這樣子 他用的是水銀這種樣品 水銀大家不要擔心說 他不是液體跑來跑去 這麼低的溫度 他已經固體了 那在4.2K 他的運氣也不錯 剛好是比 你如果 轉變的溫度 比液態氦的凝固點 凝結點還低的話 就沒細長了 就看不到了 這剛好是在他可以看到的溫度的範圍 高一點點的地方 電阻就降到零了 而且這個行為並不是我們前面講的 金屬理論 所能夠解釋的 前面的金屬理論的話 他不會是這樣子的啪的一個劇烈轉變 就是Allness他本來應該是要看的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應該大家心裡想的應該都是這一個 因為真實實驗的材料 但是結果是看到這個 這就應驗了我們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無心插流流成資 這什麼 這不是你最愛講的嗎 好啦好啦 不過就是看到一個異常的現象 過去的理論 包括量子力學都解釋不了 在達到某個特定的溫度的時候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超導轉變溫度TC 以水銀來講是4.2K 到了這個溫度的時候 他的電子突然啪的一聲 沒有真的那個聲音啦 是我的效果音而已 就掉到了電阻為0 這就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發現的超導體 在1911年 對 那我們有這個超導體 但是我們現有的所有理論 都不能解釋它 所以呢 我們就要有後面的大核具的展開了 這就是開端 發現的第一個超導體 可是這時候 細心的觀眾應該會提出一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電阻是很想 還是真的是你 我們要怎麼確定這件事情呢 對啊 這個就要下一次再繼續了 這集又已經超長的 對啊 好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歡迎對我們的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意見也請在下方的這個留言欄 留言 好 那我們量子英雄傳說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